你是否每个月都难以存下钱呢 即便收入还算不错 可总感觉自己的口袋 如同破了个洞似的 从外表看似乎过得挺好 但银行里的存款数额 仿佛许久都没什么增长 有时甚至会对自己的财富 缺乏安全感 倘若你处于这样的状况 那不必担忧 只要你掌握正确的财富管理方式 就能够解决你在这方面的困扰 看过这个视频后 你将会明白 一个系统化的 一个能让你对自己财务 充满信心的财富管理方式 是如何做到的 要是你能看到视频的最后 我还会给你付上一个 个人资产负债表 以便你快速审视自己的财富状况 在这里我将和大家一同探讨 有关投资理财 创业思维以及个人成长等课题 让你学会如何过上 更高效的人生 首先 要理清你每月的收入 不管是你的正值收入 还是你的兼职收入 甚至是被动收入 都必须清除知晓确切的数额 将每月收入及其种类都记录下来 这样能让你清除自己的收入来源 我将其称之为 Money in list 进钱清单 把所有的收入来源和数目 都用一个表格记录下来 时间长度可以设定为一个月 如此一来 当你知道自己收入的具体数字时 你才有办法去管理它 去分配它 其次 了解消费四项线 在这里我为你整理出了消费四项线 看看你的消费属于哪种类型最多 第一 我需要的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开销 用于保障你和你家人的安全 其中就包含了你的伙食费 保险 电话费 租金或房贷等等 这类固定开销属于这一种类 是你每个月或每个季度生存 都必须支付的开销 多数情况下 这些费用的数额不会相差太大 第二 我理想的 这就是你理想生活所需的开销 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延迟满足才能达成 它可能是你理想的房子 理想的车子 属于自己的事业 甚至是和另一半环游世界一整年 第三 我想要的 这类开销能为你带来短期的快乐 但差不多三至六个月后 就会对其失去满足感 比如购买最新款手机 新电脑 名牌等等 这类开销多数属于追逐潮流的开销 第四 我喜欢的 这类开销只能给你带来瞬间的快乐 是一种非常短暂的冲动消费 比如饭后的一杯奶茶 在外用餐时肯定会点的一杯饮料 又或者是冰淇淋 零食 周末来几杯酒等等 可以让你逃离现实 获得短期的快乐 当你把钱投入到第一和第二种花费时 你就会离自己的理想生活越来越近 幸福感也会越来越高 但由于第二种理想生活的花费难度太高了 所以很多人往往会忽略掉 直接跳到了第三和第四种花费 去获取短期的快乐 导致他们离自己的理想人生越来越远 同时也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混乱上瘾 讨厌这样的自己 但又无法自拔 当你认清这四种消费关系时 你的花钱方式和你的人生将会从此改变 现在你可以暂停视频 分别预估一下 自己花在这四个项线里的百分比是多少 而理想的数字应该是 我需要的占百分之二十 我理想的占百分之五十 我想要的占百分之二十 我所喜爱的那百分之十 有机会的话会制作一个影片来和大家详尽的阐释 花费四项线的应用以及心理学 第三步进行预算规划 当你领取到薪税的那一刻 真的是特别爽的 然而在激动之余 你是否为自己的钱做了良好的安排呢 若想拥有健康的财务状况 做预算是相当重要的 依据刚刚我们所说的消费四项线 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消费比例 先至少降百分之二十存下来 然后其余的部分都分配到这四个项线当中 你可以对照理想的比例逐步进行调整 比如原本我所喜爱的占比非常高 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那么这个月的目标就设定在百分之四十里面 然后再逐步降低 直至降到剩下百分之十为止 第四步 减少开支 我相信很大一部分人在房贷 房租 以及交通方面支付着最大的开支 倘若你的开支当中 房贷或房租已经占据了百分之五十或以上的话 非常建议你 可以考虑找一个有需求的朋友 一同分担房租 这样就不必担心与陌生人合租的安全问题 也能够和朋友一起分担其他的生活开支 如果你已经组建家庭 你可以考虑选择一个较小的房子 对于居住地点来说 我的主张是选择距离工作地点进的地方 可能这样的地区往往价格比较昂贵 但实际上它节省了你很多的时间成本 比如交通费用以及通勤时间 这样会让你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去提高生产力 有了空间和专注力 就会间接地提升你的收入 除此之外 你可以仔细审视自己的日常开支 是否存在不必要的开支 例如在闲暇的时候 你总会约朋友到高级餐厅用餐 一餐的价格可能是你平常用餐的两倍或三倍 通过审视自己 可以找到开支最大的方面 从而思考这些开支是否合理 然后再做出改进 我们最为喜爱的娱乐活动 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开支增加的原因 每当星期五来临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着已经辛苦工作了一个星期 周末必须要好好出门逛街 放松心情 这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过度消费 导致开支失衡 我们可以用有价值的活动 去代替这些只能给我们带来短暂快乐的活动 比如看书或是参加社团 看书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 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平 而参加社团 可以让我们结交更多志同道合 有相同爱好的朋友 和朋友一起进行活动 可以让我们体验到更多乐趣 实际上还有很多生活小习惯 都会无意间让我们破费 举例来说 每月订阅的Netflix 一年下来也是一笔开支 贪图一时方便而订购外卖 外卖通常比一般价格昂贵 再加上运输费用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同时也可以考虑将一些昂贵的兴趣爱好 转换为低费用的活动 比如说身前就是一项比较昂贵的活动 首先身前需要一笔交通费用 去到海域附近 然后也有可能需要出岛 再来若是将身前当作爱好 就需要购买属于自己的潜水装备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如果你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 建议先不要开展昂贵的兴趣爱好 难以维持的同时 也不能好好的享受爱好带来的乐趣 比如你去到海边准备身前 却突然收到银行的账单 这时候你就会开始为了钱而着急 这岂不是把整个旅程给浪费了吗 说到这儿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最近看到的现象 我家附近有一处妈妈的夜晚吃宵夜的好去处 以前我路过时总是不见有人 然而近期顾客开始逐渐增多 与之相反的是 我常去的那家Brew House 顾客却越来越少了 这大概就是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缩影 由此看来 在经济萧条的状况下 大家都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毕竟一杯酒的价格 就相当于点了10片Rotic9呢 而且还能随意添加配量 简直太棒了 第五 提升收入当我们钱不够用时 首先想到的或许就是提高收入 但我们往往容易被社交媒体上 那些诸如时间自由月入过万等字演吸引 然后就去做兼职之类的 利用下班时间赚取额外收入 但这极有可能导致你第二天上班时精神违靡 致使本职工作无法正常发挥 这岂不是舍本竹末 实际上 除了从外部寻找提升收入的机会以外 倒不如试着从内部想办法 没错 就是去和现在的老板要求加薪 你可以和老板沟通加薪事宜 其实老板都喜欢有要求 积极进取且有追求的伙伴 只要能把事情做好 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 你也得确保自己有筹码 也就是说 你必须有独特的优势 或者一些别人无法替代的技能 然后再好好客观评估自己的价值 最好是以能让公司获益为标准 接着你在收集市场上一些相关技能或职位的薪资数据 准备好这些之后 就可以约老板或上司好好进行沟通 这样就能用最便捷的方式增加收入了 如果你是自雇人士 那你就必须提升自己 提高自己为顾客带来的价值 这样就能合理提高收费 学会以结果来收费 而不是以付出的工时来计算 比如你是一名个人营销顾问 那你可以按抽用的方式收费 而不是按照你花费多少时间做设计 或者发了多少篇帖子来计算 如果客户的产品是1000美金 你抽个10%的佣金 一个客户就有100美金了 而如果你为客户带来1000个用户 那你的收入就是10万美金了 第六 投资投资就是把金钱当作赚钱工具 让它为你工作 要是只是把钱存在银行里 钱每年会因通货膨胀而贬值 你努力赚钱的同时 钱也在偷偷消失着 如果你没有投资的习惯 随着时间的流逝 10年之后你再回顾自己的人生 就会发现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 只有那渐渐老去的身体而已 到这时你就会更加没有安全感了 投资的种类有很多 如股票 基金 债券 房地产 比特币等等 通过学习并掌握更多的金融知识 能让你拥有更多机会 提前实现财富自由 如果你也想学习投资 利用世界优秀的公司帮你赚钱 第七 充分挖掘自身所具备的专业知识 并加以运用 比如说 你在公司是一位拥有多年经验的销售人员 那你就拥有诸多销售方面的专业知识 在你闲暇之余 可以在网上发布帖子 或者一些短视频来展示你的专业能力 这样一来 那些有着这方面困扰的老板或企业就有可能发现你 此时他们可能会来向你请教 甚至为你提供更多机会 如此 你便可以出售知识或者提供服务来赚取额外的收入 这与其他兼职有所不同 因为这能够帮助你巩固原有的专业 让你在本职工作中也能受益 其他如投资 文案 自媒体运营等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你积累了一定程度的客户见证之后 还可以将其打造成一个自动化的网络课程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收入 第八 设定财务目标 你可以将你的财务目标划分为两种 即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短期目标大多是在一年内要达成的目标 比如购买汽车 购置新款手机 进行短期旅行等 而长期目标大多则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比如你的退休规划 为孩子储备的大学费用等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皮特·达克尔曾经说过 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 而是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 你可以运用smart法则来设定目标 也就是具体的 可衡量的 可达到的 具有相关性的 有时效性的来设定目标 关于目标设定 第九 紧急备用金 紧急备用金是体现一个人财务状况是否健康的关键指标 你应当为家庭预留至少六个月的必要开支 为一些突发状况做好准备 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开支 比如电话突然黑屏无法使用 又或者不幸遭遇意外 需要一笔医疗费用 再或者说经济不景气时遭到公司裁员等等 在2022年10月份 美国科技公司就已经开始裁员 人数更是高达4万5千人 我们应当居安思危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上 你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能让你或者你的家庭度过危机 在拥有紧急储备金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全款支付一些生活开支或是紧急状况 比如车子抛锚需要维修 家人入院等等 这样就避免了需要用贷款或信用卡来支付紧急状况的高额利息 第十 自动化固定开支 如果你每个月总是因为忘记偿还某些贷款而导致高额利息的话 那你非常需要自动化的设置 在银行UP里通常都能够提前设定好每个月的固定开支 你可以设定让你的账户在每个月的一号自动帮你偿还那些账单 比如房租 房贷 车贷 信用卡 账单等等 这样的设置非常方便 你就不需要一直记着要付款 而忙起来却忘了在限期前交付 导致需要付额外的利息 第十一 保险保险越早买越好 起码要有人寿和医疗保单 其他则是自身情况决定 以前我家人都没有买保险 然后我爸爸年纪大了就有各种毛病 就一直去政府医院 每次都要等上好半天才会排到号 有时候 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等了很久还不帮你医治 然后给你拿止痛药回去就算了 所以当我有能力的时候 就马上给我妈妈弄了个医疗险 爸爸年纪大了保不了 妈妈60岁刚好保到 虽然贵一点 但很值得 之前有突发状况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可以去好的医院马上治疗 完全不用担忧医疗费用 我自己本身过去因为痔疮和鼻塞手术 也都是保险帮忙覆盖掉了 所以医疗险真的很重要 是你投资前必须要做的事 第十二 定期检视自己的财务状况 就如同身体检查一样 你自身的财务也必须定期检查 我以前就是只知道赚钱 存钱然后投资的人 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负债和资产 直到有一次 我静下心来检视 才猛然发现自己的负债比例开始过高 紧急筹备金的水平也不太够了 这时才停止自己一直贷款买房的行为 让财务状况回归到保守和健康的水平 感谢观看